這次雷蒙多的去訪問 比預期中的效果是好很多的 他在去之前的時候 很多美國的媒體都不看好 覺得說這是很艱難的訪問 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我們從他具體達成的 幾個事項就可以看得出來 雙方是非常有進展的 首先他們成立了工作小組 中美的副部長 還有司長級的工作小組 然後還有企業界代表參加 然後他們會定期的溝通 然後開會 然後這個部長約定就是 起碼要每一年要會見一次 然後企業參加也是第一次 就是針對於雙方的這種 各種各樣的障礙來進行 進行一個管控 我們知道美國在這一段時間以來 他對於中國的這些管制 這些措施都是商務部 都是商務部來進行的 所以說中國大陸方面 本來是希望雷蒙多先去的 在布林肯他們之前 但是因為中方的美方的堅持 所以才會變成是布林肯凱瑞 然後葉倫 然後到這個雷蒙多 第二個他們還成立了一個出口管制 是信息的交流機制 那就就表示雙方對於我接下來要對你採取些什麼樣的制裁 禁止 限制等等雙方起碼要通個氣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雙方談定了二零二四上半年的時候 這個中美的旅遊的高層對話要來恢復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很希望就是大陸你就開放開放吧 你把你的觀光客送到美國來 就是開放這個陸客到這個美國去 他可以帶來三百億 三百億的這個旅遊收入 對美金的這樣子一個收入 可是自從川普的後期到現在 這個打起的這個就是抗中的這種風潮 其實對於在美國的 在美國的不管是華裔的學生啊 教授啊甚至華人 甚至於擴及到亞裔 他們普遍呢都遭遇到了很很嚴重的一些的歧視和對待 甚至於呢動輒得救 那就是這個涉及到這個間諜了機密了 就是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一個氛圍啊 可是呢對於拜登來講 他明年就要進入大選舉年啦 所以說你如果能夠放這個旅行團到 到這個美國來的話 那對於這個美國來講的經濟呢 是有很大的拉動的作用的 所以我覺得從這幾點上面來看呢 雙方呢是非常有進展的 是比預期早好的 雖然雖然說雷蒙多呢 在被問到說這個李強啊王文濤啊 他們都希望你們解除這個半導體的管制 他就說不行基於國家安全 我不可能去 這本來就不可能進去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是非常有關的